轉副總統蕭美琴 再度回到娘家立法院出席 臺美國會議員聯議會的成立活動 和立法院長韓國瑜有良好的互動 而依照國安規定 蕭美琴將來也會有專屬的警衛室 負責保護他的維安 傳出他的警衛室名稱 除了用相關的地名之外 也可能叫做斬毛 再度回到外交國防委員會 對準副總統蕭美琴來說 這是他再熟悉不過的地方 趁著上任前 還沒有太多限制 再度回娘家出席臺美國會議員 聯議會的成立大會 就連立法院長韓國瑜也把握 議事控黨前來致意 跟立法院吃飯是彩色 所以這些立法院大小 對國會議員最熱情的接待 永遠是國會議員 他們好高興 因為我們有共同的辛酸苦辣 國會龍頭和未來的副總統一起鬥場 展現對台美國會外交的重視 而即將在520上任的蕭美琴 也將有自己專屬的警衛室 負責保護他的安全 副總統警衛室名稱有可能用戰貓嗎 這是你們的建議嗎 覺得這個名稱怎麼樣 這是你們的建議 你喜歡嗎 你覺得這個名稱好嗎 我不知道他們能不能讓我用動物 你喜歡動物嗎 聽到戰貓這個名字 蕭美琴的反應看起來是蠻喜歡的 根據瞭解準總統賴清德 將沿用副總統時期的萬里警衛室 至於準副總統蕭美琴 除了用戰貓之外 也可能依慣例使用地名 像是他彰化老家 何美 曾經生根十年的花蓮 回蘭 都是選項之一 缺陷名稱還有在國安局 跟蕭美琴溝通後 就會拍板定案 記者林甄甄 楊岳達 台北報導